姑娘应当明白 这件事既然我能查到 那别人也能查到 姑娘真的丝毫不担心 自己的安危吗 我若有恶意 就不会与姑娘 在此多费口舌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姑娘不必紧张 我说此事 也并非要以此要挟 只是想向姑娘 询问一些旧事 至于报仇 姑娘可以随便提 若是我说 我要离开这里 公子办得到吗 如果这是姑娘的要求 我可以尽力一事 秦妈妈贪得无厌 断然不会送我离开 除非 公子的身份 能压得过他背后的人 背后的人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又是太子 承瑜姑娘 有贵可要见你 知道了 看来公子是帮不了我了 承瑜告退 姑娘可愿信我一次 她的婚事 如今 有下班 我听说她的婚事 她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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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二位公子久等了 淡漫之处还请见谅 为表歉意 陈医院现舞一支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你们先下去吧 陈语 本公子还没见过你跳舞 今日啊 也算是沾了我七哥的光 好 等一会儿你再跳舞之机 接受那个轻衣公子 你或许会受伤 但是绝无幸运之用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剩下的轻衣公子